北韩在去年5月底爆出贝州珠瘟 9月10更爆出珠瘟疫情全面失控 但之后却未有通报案例 不过南韩媒体爆料 贝州珠瘟在北韩又再度爆发 尤其是黄海北道、平安南道以及平安北道三处 而现在连续两天零确诊 副总理彼得斯一直大力推动 形成一个亚太隔离圈的构想 这个隔离圈是指 已经成功控制疫情的亚太国家之间 恢复正常往来 包括台湾、南韩等 但他强调如果隔离圈包含中国可能有安全性问题 美国媒体报道 并周批斯堡一名研究中共病毒的华裔研究人员刘斌 在取得病毒关键成果前 5月2日被发现城市家中 据警方调查他是被人杀害 随后凶手再自杀 消息传到台湾PTT上 引发网友热议、不单纯 中共肺炎大流行 国际社会究责声浪四起 纽约时报报道 北京强硬回旗 包括荷兰驻台机构更名后 中共经营扣住医疗援助威胁何来 面对这样的战狼式外交做法 美国加州大学学者谢淑丽认为 只会造成各方对北京越发不信任 新唐亚开电视总理报道